口袋证券双11的活动开跑咯 11月30号前完成一笔美股交易 就可以享有VIP手续费及优惠低消哦 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优惠 可以点选下方说明栏以及留言区的连结了解 那我们回到全球重要讯息 由于科技股的上涨 美国股市摆脱了早盘的下跌 已经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上涨 各股方面优步科技预测 他们家第四度总预定量和调整后的核心利润 会高于市场预期 并且看好年底假期购物季 会提振他们的轿车和送餐服务的需求 同时优步第三季核心利润超出预期 但营收成长却低于预期 在财报公布后股价下跌1.7% 投资人可以多加留意 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接下来我们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市值增加最多跟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势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来到台股部分 今日结算价格为16734 加全结算占上半年线 这周行情呈现一路上涨 而约线扣底值准备快速下降 周线吉拉可以看到本周行情真的相对强势 贵买再次创新高 与加成不同的是周线直接上川半年线 月线季线也开始上弯 这周行情也相对强势 put core ratio为118.9 选择全新仓 16500put增加3691口 最大位平仓为16400put 而16900扣增加4611口 最大位平仓为17000扣 便当区间为16500-16900 虽然今日大盘上涨 但可以看到个股涨跌分布多空平均 后续要留意结算后行情的方向哦 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